文汶县草屯镇续光高级中学 在103年全中云空手道项目大放异彩 共夺下24块奖牌 10块奖牌都是来自南投仁爱 跟信义乡布农族学生夺下 我们总共得11块金牌 7块银牌 然后6块团牌 但是其中里面有 大概有10块是来自原乡的小朋友 他们动静有节 动如脱兔 静如厨子这样 每位得奖学生秀出努力后 争取到的奖牌 脸上虽带着羞涩的笑容 但一上练习场 就展现出彪悍眼神力道十足 最后一次全中云拿到冠军 不代表这是结束 因为我高中还要继续打 我希望我高中还可以继续连霸冠军 今年就很努力的练习 然后就在全中云得了金牌 进入国中后 因为长期住校 要忍受跟家人分开生活 还要面对各种挑战 同学跟队友就是很重要的后盾跟支持 刚才的时候我一直想要回 一直想要想家想回家 然后就晚上第一天回来 第一天来这边住的时候 就一直偷哭 旁边的朋友啊队友啊 就是都还没有放弃 所以他们也告诉自己 告诉我说不能放弃 要一起下去 一起走下去 选择空手道 这条路虽然辛苦 但他们对未来也有了明确的蓝图 想当教练吧 未来的愿望是当上教练 这群来自南投人爱信义的布农组学生 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在空手道的杰出表现 也因为国内外比赛屡过家击 今年将毕业的选手 确定将进入各国立大学就读 将继续让大家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他们的表现 记者综合报道